大家好,今天是12.24年的1月15号,星期一,我们现在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最近有一个住在我们这边村里的一个朋友,想开一个菲律宾的银行账户 结果发现他们村,包括附近,没有咱们能耳熟能响的那些菲律宾银行 只有一个以这个村命名的村镇银行 关键是这个村镇银行还没有ATM卡,只有村镇跟支票账户 全菲律宾就这么一个网点,朋友觉得这个事特别不可思议 然后就来和我分享这个事,怎么说呢 菲律宾很多银行的系统这个建设吧 我觉得就跟咱们大概四十多年前差不多 只不过就是现在已经消灭了这个手写村主 但是真没好到哪去 然后再和朋友聊完这个事之后 我又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如果只论银行的净资产来说 可能有一些银行的净资产真不如咱国内一些朋友的一个房子之前 当然了,这个得有前提条件 就是那房子不是贷款买的 比如我找了一家很小的银行在苏 叫做菲律宾SEMBANK 我看了一下这个菲律宾央行公布的这家银行的一个净资产的信息 发现它的净资产只有2500多万匹所 折合人民币呢也就300多万 关键呢是这个现金资产仅有3万多匹 我真的是特别的好奇 如果我到柜台上取4万匹 我今天能取得出来吗 反正是挺有意思的 那你说这个银行它靠什么挣钱呢 对吧,它不挣钱它为什么要开呢 对吧,但是要全靠这个借贷差 那肯定也得赔一次 对吧,那它也不能靠那些固定资产 我靠那些固定资产 它只能说东西在那有 对吧,但是它也没有产生利益的方式 然后呢 我就看到了 有一些钱是放在这个菲律宾央行的 那大部分的钱呢 他们是存在的这个同业银行那边 所以我就在想 我之前看过一份这个菲律宾的 就是也是类似这样村镇银行的一个年报 上面它就说明说这个自己啊 有多少财产 多少这个现金是存在BDO银行的 那么BDO银行的每年呢 给它多少这个利息 而且这个利息呢还是挺高的 比这散户利息要高不少 所以啊 我就在想 是不是这个 这番操作就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村里头啊 有几个有钱的人 觉得如果自己呢 以散户的名义去存银行 可能拿不到多少这个利息 拿不到这多少钱 但是呢 几个有钱人凑在一起呢 开一村镇银行 大家把钱放在一块儿 存一个银行 然后呢 找一个大行给存进去 谈一个合适的利率 是不是比自己存合适 因为毕竟这种事以前 我听说质宝不是在国内 也是这么操作的吗 宝皮可能是这原因哈 反正就是村里咱几个首付 一块儿弄个钱 对吧 存个钱 找一个银行 同意拆借过去 整一个高利率 宝皮也这样 所以这事啊 还挺有意思的 当然还一题外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呃 那天有朋友提醒我说 为什么登地人有钱不存银行啊 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呀 小国或者穷国呀 这个货币或者政局不稳定 这个货币呢 贬值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那么存银行呢 就剩光贬值了 对吧 这个利率呢 赶不上这通胀的这个率 这个这个速度 所以呢 很多人呢 干脆就把这钱拿出来买东西 啊 买东西 最起码是钱 在贬值之前 他现在能多买点东西 那是实在的 哎 我这么一听呢 这还挺有道理 和来我查了一下哈 菲律宾比索呢 对美元的这个 呃 兑换啊 这十年间呢 贬值了 或者说跌了吧 百分之二十三 那对人民币呢 这十年间呢 跌了百分之五 对吧 所以呢 你说这菲律宾人 为什么不存钱 除了可能真正没钱之外 那也有可能 啊 真的就是这个钱 贬值了 就是这个 呃 贬值了速度比较快 那还不是先花了 对吧 就是给大家扯在这儿吧 不用再继续扯 感谢您的帮助